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话威胁要让该国的石油出口量降到零 阻断伊朗的国际深入 种种举动让两国的关系降到新的冰点 伊朗总统罗哈尼不堪华府的再三禁逼 在22号向伊朗外交官发表谈话时 形容美国总统川普近来对德黑兰所采取的作为 无疑是在玩弄狮子的尾巴 如果美国跟伊朗起冲突 将会是所有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 届时将为美国带来的只有遗憾 罗哈尼同时也反奉川普的政治素人背景 语带相议的说 一个对政治有基本了解的人 不会说出要阻止伊朗石油出口这样的话 罗哈尼重话反击开启这一场战端的川普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22号就在推特点名罗哈尼回呛 绝对不要威胁美国 否则伊朗将会经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承受的后果 他也强调美国不再是那个能够容忍这些暴力和死亡疯狂言论的国家 警告伊朗形势要小心点 说话一向不计婚宿的川普 这次全篇推文全用大写的英文字母送出 警告意味相当浓厚 不知美国总统开炮 就连国务卿蓬佩奥也跳下来躺这一滩浑水 他22号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出席活动时至此表示 他22号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出席活动时至此表示 伊朗上层统治者挥霍人民的财富 指责高层领导人中保私囊多达数十亿美元 但民间却有三分之一的普通伊朗人生活在贫困当中 政府拿这些钱来支持恐怖主义 并向其他国家散布伊斯兰革命 因此尽管伊朗的经济持续增长 但却只有统治精英群来受益 蓬佩奥强调伊朗政府已经是伊朗人民的噩梦 美国不会惧怕对伊朗政权发动攻击 他也希望所有美国的盟友能够联合起来 以经济的手段来压制伊朗政权 蓬佩奥致辞时台下有许多伊朗裔的美国人在场 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 令现场陷入一片尴尬 美伊领导人的恶斗在川普于5月8号宣告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 越演越烈 根据美国知情官员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针对伊朗发动言论攻击跟网路宣传 希望煽动动乱好施加压力 促使伊朗终止核子计划以及对好战团体的支持 而这一项行动也受到蓬佩奥跟国家安全顾问伯顿的支持 配合川普推动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 在经济上扼杀得黑蓝 伊朗拒绝坐以待毙 日前甚至亮出王牌筹码 也就是要封锁荷摩兹海峡 事实上荷摩兹海峡是全球航运的枢纽 有将近30%的石油出口都会经过这里 如果伊朗真的进行封锁 等于是向其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宣告 如果伊朗无法卖石油 其他人也别想出口 但有分析师认为 伊朗这番话只是要向美国讨价还价 毕竟一旦封锁荷摩兹海峡 原本的经济制裁 很有可能会因此升高为军事冲突 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的发言越行大胆 若双方持续叫板下去 美伊冲突恐怕将会一触即发 明镜焦点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